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有惊喜 在我看我花架上兰花的时候 发现这个靶角的两颗兰花 居然有花芽 窗子是在这一边 这个靶角的光线非常不好 所以我加了一个光管 就是朝着这个靶角 但是即便如此 光线也不是很好 上面的一颗是吉西兰 它比较大 所以的话我就把它花盆放在这个架子上 让它的植株本身垂下来 它的名字叫做Kaisers Bractesens 去年9月份的时候开过花 是的,9月份 到现在只有5个月 看到吗 这里 这个新芽上面呢 明显呢 出现了一个花苞 我是说花芽 里面几朵花呢 我就不确定了 那之前的这个杆子 这个杆子呢 是去年花后呢 长的杆子 这个地方就是 花芽我剪掉了 在这个杆子上呢 长了这个新芽出来 我前些日子呢 就注意到这个新芽 但是今天呢 才突然看到 这个花苞 明显的鼓起来了 非常非常的意外 我知道它一年呢 是开一次花的 但是 这个去年9月份 才开过花 没有想到呢 5个月过后呢 又有花芽了 它是一株原生兰花 通常呢 一年开一次花 就是在春天开花的 这个时间呢 应该对它来说呢 是正常的 那之前呢 我上次开花之前呢 我这颗兰花呢 在我手上呢 是一年半 第一次开花 时间不正常呢 有可能 因为它在夏天开花的 不过无论如何 我是很开心的 5个月之后 能看到花芽 我估计 再有一两个月 就可以看花了 上次开花呢 只有两朵 希望这一次的花呢 能多一些 不过呢 我也不敢肯定 因为冬天呢 光照不足 而且呢 浇水也浇的不够 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老杆子呢 都皱起来了 在室外的时候呢 它们都是长得很圆润的 那从现在开始呢 我希望呢 能够浇多一点水 让它们鼓起来 另外在这个角落里呢 还有另外一株兰花呢 也长了花苞 这个更意外 这就是那一株 黑毛石壶 叫做Jahul Delight 去年冬天呢 它开始在室内呢 开花 一直开到夏天 所以呢 整个冬天 整个夏天 全部都是在室内的 因为它一直开花 一直开花 一朵接一朵地开 那两个月前呢 或者说一个半月前吧 因为它开了很久了 我就把它的最后一朵花呢 摘掉了 摘掉以后呢 给它换了位置 换到呢 这个比较暗的角落里 之前的话呢 它是在窗前的 就是说光线比较好的位置 换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我就想着它应该是 让它休息一下 然后天气暖和的时候呢 搬到室外 结果今天早上 居然看到两个花苞 两个 这个位置呢 应该能看得清楚一些 看到吗 两个花苞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杆子 那今年长的这个 去年长的这个 更大一些的杆子呢 稍后呢 就会有花了 所以今年应该是 能开很多花的 不过去年呢 一下天它都没有出到室外 今年不管它有没有花 我都会把它拿到外面的 我自己觉得呢 植物在室外呢 会长得更好 不过这株花呢 一直在开花 开了整整一年 这就是今天呢 我的意外惊喜 两颗在这个角落里的兰花呢 发现了花芽 非常开心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